刘云山对习疑似暗藏杀机的骇人一幕组图,看中国记者林忠宇综合报道,体制内挺习派学者新子凌近日借看中国发生直接引发中美贸易战的根源或手,是前江派宣传口刘云山,他还说江泽民、曾庆红、刘云山所代表的权贵集团欲借贸易债,逼习近平下台再度抢夺天下。 这一说法目前没有其他渠道印证,不过中共十九大赏,刘云山被留意到在习部留意间,以败人目光,盯紧据看中国,26日独家披露,新子凌表示习近平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矛盾,但主要危险在国内。 老虎党这是指以江泽民、曾庆红、刘云山为代表的党内权贵贪腐集团,以拥戴习近平的项面虎字派,出现但在舆论宣传上,却把习世之为毛二世将习包装成毛邓江的捍卫者文章称中共十八大后。 在刘云山的导演下,以三哥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国内外宣传的主调,再加上现任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部王沪宁政治导演厉害了。 我的国的纪录片等这种大吹大雷,从根本上破坏了2017年4月6日中美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会物达成的和解和谅解,也理所当然地引起美国和欧盟等民主国家的警惕和反对。 中美双方目前在贸易问题上的争端,实际上超越了经济领域。 伴仇凸显,出双方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对立心子灵强调,尽管两国在短期内也许能够避免一场大伤人气的贸易战。 但是美中关系的长期走向可能导致一场全面的冷战。 当全世界民主国家是中方为敌人,习近平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搞不下去的时候,老虎党将利用形式组织力量逼习近平下台夺回他们失去的天下。 相关新闻独家新子灵三大老虎威逼习近平下台企图再夺天下。 江泽民于1989年六四事件中尚未党魁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卸任直至2005年3月的两会上才正式从军委主席位子上,退下此后胡锦涛在位期间将长期干政。 曾庆红是江泽民的上海邦铁赶江派二号人物被称江的军师。 2008年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共国家副主席刘云山被指示江曾退位后,布局在18届高层分管宣传的棋子。 中共十九大上退任政治局常委,曾任中宣部长,过去五年以政治局常委职务长文轩和意识形态的刘云山,此前一直是江派在台面上重要代理人。 港媒曾爆料十八大以来,刘亦直利用文宣口对习当局的政策进行抵制,封杀并多次挑衅习的讲话,以高级黑方式不断对抗习制造事端。 2016年4月香港争鸣,杂志发表题为反习小联盟,搞局十九大习近平刘云山前斗白热,话,的文章称,当时主管中共意识形态的江派大员刘云山,暗中组建策划了一个反习小联盟在中共十九大开幕式上。 其流之间,疑似暗藏杀鸡的骇人,一幕具新唐人。2017年11月5日,报道,中共十九大开幕日,习近平做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工作报告期间,做最前排的江派常委,大会秘书长刘云山。 不但被镜头捕捉到带头视角还有视频画面显示刘看似鼓掌,但表情阴沉目录寒光刘云山目录寒光这一细节,发生在习近平做完报告后,相遇会高层鞠躬致敬之时,报道引述分析认为,要知道刘云山有多恨习近平。 刘对习的态度在画面上表露无疑,当时就有分析认为,习刘之间的恶战不会在十九大后熄火,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鞠躬一刻刘云山目录寒光视频截图。